OK 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这个视频我们是要学习关于Gravity的这一课 关于Diamma Musa的这个部分 来到这个单元了 所以大家翻开我们的Nota第八页 我们可以看到Diamma Musa 是英文来讲呢 它是Centripetal Force 向心力 Battle的这个意思就好像花瓣那样子 我们的花 我们会有花瓣吗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花的Battle 所以Centripetal就是向心力的意思 然后它 这里我们的Nota呢是我少写了这个 它的Tarifan 所以大家可以把它标注起来它的意思 关于这个Diamma Musa的意思 它的定义 因为有一些考题它可能会出的 所以Bagi satuJasat Yang melakukanGravity Bullat 得dapat satuDiam yang bertindak ke atasnya denganAradayya Sentiasa menuju ke菩萨Bullatan 所以 向心力的顾名思义就是说 当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Jasat 或者是有一个Object 它正在绕一个圆形的轨道 行动着的时候呢 它就会经历一个Diamma Musa 而这个Diamma Musa 这个呢你看这里很多不同的 样本 关于圆葵道的行动 他们都会经历Diamma Musa 经历 Centripetal Force 或者我们可以参考另外本书 它定义是这样子 也可以看到这边 Diamma Musa merupakan Diamma Musa merupakan Diamma Musa merupakan 球状的东西哦 那么这个球啊 这一粒球就经历Diamma Musa 那它的Diamma Musa呢 而且如果 忽然间断线哦 它就会直接飞奔出去了 它直接Tangent Tangent这样子飞出去了 因为在每一个刹那哦 在每一个刹那 它其实是有一个Larulinear的 圆形轨道的行动啊 它在每一个刹那 它都有一个Larulinear Larulinear Larulinear 直线 所谓的Larulinear 就是直线的速度 每一个刹那 它都有一个直线的速度 Shtar tangent跟 那个动道的点 然后它都会 90度跟Zhjali 90度跟Zhjali普拉旦 这个叫Tangent 90度啊 90度的 为什么它不会飞出去呢 它不会飞出去是在因为 每一个小刹那 这个已经分得很阔了嘛 每一个小刹那 其实是有一个力度 在妨碍着它出去 有一个力度在 拉着它 有这个力度在拉着它一反 不让它直接飞出去 所以这个相心的力度啊 就叫做相心力 也就是我们的Diamusat 所以Diamusat就是防止它飞出去的 但是如果这个绳子断掉了 那么这个Diamusat就已经失去作用 那个object就会直奔出去 圆形轨道外面咯 这是这个抛千球也是有这个 Diamusat的哦 然后这边是一辆车啊 一辆车在圆形的 轨道行动着 它也是在经历Diamusat 虽然它没有绳子了 你看到这里是有绳子的吗 那这个车没有绳子绑着它 但是它靠着它轮子的转动 它也是在经历一个Diamusat 好像这个Rollercoaster 它也是在经历Diamusat 如果它的轨道是刚好 呈现好像圆形的状况 这个地球跟太阳 也是没有绳子拉着它们的 也是没有绳子拉着它 但是它也是 可以说是经历这一个Diamusat 因为呢 这个Diamusat就是防止它 地球啊直直的飞出去 因为每一个灿啊 都有一个Diamusat 帮助地球安分的 在它的圆形轨道绕道 那么我们看这里 还有啊 你可以看那个 在炸鸡团啊 炸鸡团那些 骑摩托的 它可以在那个 一个牢笼里面 圆形的牢笼里面 骑着摩托 而不跌倒 90度360度骑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相信力 相信力 然后呢 每一个圆形轨道进行的object 它都会有一个 拉住 杨本 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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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3D 这样子 side view 那如果我们从上面看下去呢 就好像这边这样子咯 从上面看下去咯 它就是呈现90度的 在这里 在这里咯 是90度的 所以因为该那个是side view 或者是3D view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它90度 然后呢 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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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呢 我们手拉着它 肯定我们的手有一个力 发挥一个力来不让它飞出去嘛 所以这个力啊 就是丁达 同样的啊 它绳子会有紧度的 绳子啊 不是不可能松松的 它可能一定是紧度的啊 所以 这个东西啊 它在 向下 拖着它 如果哦 如果这粒球状的东西 Begun 它没有绕圈走 那么这个重量啊 就会把它拖下来 哦 这个东西啊 如果没有行动啊 没有行动 那么这个重量啊 就会把它拖下来 然后它就阻塞到这边了 它就stuck到这边 阻塞到这边 但是 之所以它可以 hang着 它可以挂着这个东西啊 是因为 它正在 试图跑出去 它正在每一个刹那都在试图跑出去 但是 它刚好 它虽然是要 把这个线拉 越来越往外发挥 但是呢 同时它有一个 这个 在拉住它 就 让它 安分的在 轨道上进行 所以这里 这个颈度啊 这里啊 绳子有一个 这个颈度就 它的 magnitude啊 它的magnitude就是 Sama 跟Diammussat Diammussat我们写成 FC啊 就是Centripetal Force 的意思 那么既然有 Diammussat 我们在第二课 我们学了 这个总公司 F等于 MA的总公司 所以既然它有 一个 Diammussat 那么它肯定会有 一个叫做 Pertutan Mussat 的东西 Gsim是肯定会有啦 Sotium jasad Mustim Mustim的 肯定每一个 Jasad 称得上是Jasad 称得上是Object 它肯定会具备 Jasad 然后 既然它 我们说它经历 一个Diammussat FC啊 那么 这个FC等于 Tegangantari 那么肯定啊 它 符合这个F等于 MA的情况之下呢 它会有一个Diam 会有一个 Pertutan Mussat 那么Pertutan Mussat 的公式是这样的 这个 暂时我们不需要 去了解它怎么来 因为 因为如果要了解 它怎么来呢 我们还要学 AdMed的那个 有一课叫做Vector 在AdMed里面 有一课 比较后面的课 它有一课叫做Vector 然后如果我们学了 那个知识 我们才 回来看它怎么 Termit 这个Formula 我们就看得懂 那么现在我们 暂时不需要看得懂 不需要看得懂 它的来龙去脉 直接 记得 它的 Pertutan Mussat 什么呢 Lazulini Kuasadua 除以 Zerjari Orbit 这个R 就是它 从中心点算起 它的Zerjari Orbit OK 所谓的Orbit 就是它在绕圈 OK 它在绕圈 那么这个就是 它的Zerjari Orbit 这里有一些 额外的知识 你看 除了向心力 其实还有一套 叫做离行力 Sentrifugal Force Fugal 是来自英文字 Fugitive 就是逃犯的意思 所以它 如果那个力度 它是 感觉像要逃外去 向外逃的 就叫Sentrifugal Force 离行力 所以它们是一对的 向心力跟离行力 是一对的 只是说一个是向着中心 一个是 一种是虚拟的感觉 OK 虚拟的感觉 它是向外的力度 但是这两者的Mandative 是同样的 只是方向对立 这个只是额外的 只是 大家知道就好了 然后呢 重要的 你看这个 神指提供向心力 避免 那个Jasad 向外飞 但是Planet之间 没有神指 那么它们能保持 远回道进行呢 就 有来于DiaGravity 因此 DiaMumosat可以同等 跟DiaGravity 这个 这个很关键的一个 一个知识点 等一下我们就要拿这个 第二号的知识点来 来成立新的一个公式 再来第三个 DiaMumosat是用 Object的速度 在 远回道 计算 就是那个Vlog DiaMumosat就是用那个 Ladu Linear 每一个Tangent 都是一样的速度 来计算 速度到达DiaGravity 无法称得住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边讲 DiaMumosat可以 相吗 跟DiaGravity DiaMumosat是 MV Square 然后DiaGravity 然后DiaGravity呢 是G M M Square 那么 这个 他们呢 他们有什么关联呢 就是说 如果你的速度很大 如果你的 DiaMumosat 那个 绕圈的 Galakent Orbit 它的速度太大 大到这个 DiaGravity 没有办法 撑得住的时候呢 我们的Object 就向外飞了 反而来讲呢 反之呢 如果速度太慢 如果这个V太小 那么 就会变成 慢慢的被C 靠近中心 因此 就是说 如果 正常来讲呢 它的轨道是这样的 比方说 这个是地球 这是 Satellite OK Satellite的速度 必须要刚刚好 它的V 必须要刚刚好 足够 才能够 平衡 跟DiaGravity 那么它就可以 安分手机的 在圆培道进行 那如果 如果它太大 它太大到 无法被Gravity 所 拖得住的话 它就直接的 飞出去了 OK 那么如果它太小 如果速度太小 它就 慢慢飞 慢慢飞 越飞越 越靠近 绑 这样子 落在地球的表面了 OK 所以它必须要 刚刚好的 因此DiaGravity 跟DiaMuMuSat 必须要刚刚好 才能够避免 那个太阳系的 中行星的 散果 各奔东西 或者是行星 铺太阳 自取灭亡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行星啊 它 它是蛮规律的 在自己的轨道上 飞行的嘛 所以它 它的V就是刚刚好的 不会太大 也不会太小 好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以这个第二句啊 就是要把那个DiaMuMuSat 同等跟DiaGravity 来成立出新的结果 所以这个我把它叫做配对二 配对一是什么呢 配对一就是之前我们会把那个 Burrack object啊 Burrack object啊 Burrack object 比sama那个 G M M 和R Square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小M割掉 然后我们会得到 Purrack gravity的 公式 这是配对一 这是配对一 现在来到配对二的时候了 把 把那个DiaGravity啊 配对跟DiaMuSat 另外一种配对的方式 所以我们看它的步骤哦 所以这个是DiaGravity 这一set呢 这一set是DiaGravity 这一set呢 是DiaMuSat 同样啊 小的M 可以被删掉的 就是那个 像在绕道进行的那个小的机型 可以被删掉 那么你就剩下 G M per R 然后这边因为有 quasa1 这边quasa2嘛 所以就变成 越减了 它就变成quasa2 然后这边就变成Vquasa2 对不对 来到V的部分呢 我们又再想一下V可以怎么分开 这个其实是数学的知识 就是说如果一个东西 它在圆圈进行 它这个D就是Tempo Tempo satu bulatan 就是讲它从这里 绕到这边 它用多久 就是它的D 它用多久 然后它的速度呢 就是拿这条线的Zajari 除以它的Tempo 这样子罢了咯 因为我们知道 速度是Jara 除以Zumla Jara Zumla Jara 除以Zumla Masa 这个是速度 所以呢你就可以Zumla Jara 其实就要以圆轨道进行的 它就是200J咯 200J 我们没有用J 我们用Radius 然后除以Zumla Masa就是一圈 好像地球绕太阳 地球绕太阳就是365天 但是要换成Zajari 这个就是那个时间 如果是月亮绕地球呢 就27点多天 这个天数 所以如果我们要找Burata Lajur Linear 就是那个东西它在绕圈走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多少呢 我们就拿Panjang Lilitan 这个东西 除以Tempo satu Kitaran 或者是Tempo satu Orbit 然后它的unit呢 必须要ms减1 因为我们刚才说嘛 T要把它换成Sat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R RadiusDom Meter嘛 然后这个Pi是没有unit的 所以Meter是Sat DomUnit是Meter是Sat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V的分身 我们可以把这个V 放进来 这边 它就变成 200R per T Gasadua 等于GM 然后呢 会再继续 进行做什么呢 当我把这个200R per T 把它Gasadua 它就变成 S by Gasadua R Gasadua Perti Gasadua 所以这个已经被跟班掉了 然后这个暂时可以不去看它 所以你可以看到 再把这个M 固定起来 把M固定起来 就是把R丢上去 把G丢下来 G丢下来就在下面 Gt² 然后R丢上去就变成R cube 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公式了 这个公式呢 它是用来 Diguna do Kira Jisimumi 或者是Jisimata Hari 或者是Jisimata Hari 任何一个planet Yang Mbunyei Satellite 但是条件呢 这个MR必须是中心的那个 角色 中心的那个角色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是中心的角色呢 比方说我们有 如果这个是太阳 如果这个是太阳 那么这个可以是地球 所以当我们在用这个formula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比方说这个地球呢 这个是地球 这是太阳 我们在用这个formula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在计算太阳的Gsim OK 太阳的Gsim 然后这个R呢 就是地球距离太阳的多远 地球距离太阳多远 这个T呢 就是地球用多久来绕太阳 365天 但是这里要用San 把那个365天换成San 你就可以算到太阳的Gsim了 同时啊 你可以改变它的 如果你不要拿地球绕太阳 那你可以变成月亮绕地球 所以我们讲这个是地球的话 这是月亮的话啊 月亮也是在绕着地球嘛 那么这时候 我们在用这个公式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是在算地球的Gsim 那么这个R呢 就是月亮跟地球的距离 月亮跟地球的距离 还有这个D呢 就是月亮用来绕地球的时间 27.3天 大概27点多天啊 你把它换成San 你就可以赶紧在这边 G跟R G跟Py就不需要担心 因为它是Bermuda的嘛 所以当我们用这个公式 记得它的M啊 一定是那个中心点的M 不是这个月亮的M 如果是刚才讲太阳对地球的话呢 如果是太阳跟地球的话啊 我们这个M啊 不是地球的M 而是太阳的M 这个要分清楚了 然后我们再看 这里讲到 开始讲到Satellite 开始讲到Satellite 所以月亮也是地球的天然卫星来的 卫星有分人造卫星跟天然卫星 所以有些星球也是有类似月亮啊 的天然卫星 所以卫星就有两颗咯 比如说Fobos跟Dimos 木星有79个月亮 土星有82个月亮 所以夜大哥的行星啊 它的周围就绕着很多的 所谓的卫星 所谓的月亮 如果未来你在发现有什么月亮啊 别的星球 你发现到有什么 它们的月亮啊 你就可以给它名字哦 自己的名字 给大家看一个图片 分享一个图片 你可以看到 哇 你看我们以为我们的Solar System 太阳系是这样简单不了 只有八大行星在绕着太阳 但是其实呢 各个的行星它 它自己都有很多的那个卫星啊 天然的卫星 就是我们所谓的月亮啊 你看地球只有一个Moon不了 地球只有一个Moon Uranus啦 Saturn啦 Jupiter这些大 最大的行星 它们就周围就有很多 很多的那个 很多的卫星 很多的Satellite Sumular Jedi OK OK 这里啊 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地步啊 已经 懂得它的来厅了嘛 接下来我也顺便跟大家提一下 当我们要找那个 绕的速度啊 就是 当我们要找这个东西的速度的时候耶 这个东西在飞嘛 在orbit这 这个是中心 它在绕着飞 所以当我们要找这个速度 它飞多快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个公式是可以的 另外一个公式呢 就是从这里 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把那个GM R等于V 所以我们有两set公式可以用 这个是第一种 这是第二种 两种公式可以来帮助我们找它的Haladu orbit 或者是Haladu Galagan Linear Haladu Lintasan Mambulak 这个也可以用 就看问题给我们什么资料咯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些习题啊 关于 这个视频刚刚所学到的知识 比方说这个应该是Saspadi的书啊 它讲说 OK Zonto 3.11 Bumi Mengalini Mata Galajon 107226 Km Segam OK Km Segam 这个尽量要换成 最那个 Assass的啦 就是Meter 10 saat Dampulata Zegari Blatan 1.5 Esponent 11 这个是属于R来的 比方看 Gsim Mata Hari M Dipari Gsim Bumi 是 小M的 6 Esponent 24 还有这个G 是 6.67 Esponent 减11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筹码都 列出来 首先它介绍我们做的是怎么样呢 就是要把这个kilometer per hour 把它换7m13 所以你就可以把那个107226写在上面kilometer 然后把one hour写在下面 然后one hour其实就是 一小时 其实是有60分钟乘以60秒 就是36003 然后上面的呢就加三个零给它 然后你就会得到多少的MS减义了 你就会得到你的V咯 它就linear 那么接下来要怎样做 我们知道啊 从上面的那个 要找Gsim Mata Hari 要找Gsim Mata Hari 我们就用这个 我们好像是有这个公式呢 Sipi Guasad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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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 Guasadua 但是啊 你看你这里会缺少什么资料呢 你这里虽然是有V啦 OK 你是有V 然后你是有R 但是你没有D嘛 没有那个Tempo Massage 所以我们就不能直接用这个部分来做咯 最好呢 我们还是回头来这边 就是配对2啊 从配对2去摸索看 我们有什么部分可以处理的 所以它就用了这边 Diamomusa di Sama 跟Diamgravity 小M就被删掉咯 小M就被删掉 然后V 因为这边有R Cosadua 这边R Cosadua嘛 所以就变成 剩下一个R 它就变成 它就用这个啦 Laju Orbit的方式 然后这个 刚才 这个就刚提在Laju的位咯 29785 这样会等于 大G 乘以 Gsim Mata Hari V 再除以它的加大 就是1.5 这个加大1.5exp -11 1.5exp 然后再 把这个 分扎Cosadua 丢过去 它就变成 Cosadua 就是 不要掉这个 不要掉这个 分扎Cosadua 不要掉它 你就变成 在这边就可以Cosadua嘛 然后把它Cosadua 它就变成这样了咯 然后我们就做到我们的M了 按计算机 我们就慢慢搬到我们要的M 但是如果你坚持使用这个公式呢 如果 如果暂时你的思路可能还没有想到这一个路线的话呢 你直接看到这个公式你想要用它的话呢 但是你没有T嘛 没有T的话你就要把这个V变成T的模样 V要讲连贯跟T的模样呢 V V V刚才我们讲的是 2 by r 和T嘛 就是 半价里的蛋除以 Tempo Massa 所以 T呢 其实就是 2 by r 和V咯 那么 即便现在你没有T呢 你把T可以放进去 那么 你就可以用V的数据了 比方说我们处理看呢 它的M就会变成 4 by quasadua quasadiga 除以 G 这个耶 2 by r 和V 然后quasadua嘛 然后它就会 变成 M 等于 4 by quasadua quasadiga 除以 G V 然后 4 by quasadua R quasadua per V quasadua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路线好像很复杂 这样子哦 因为你要尽量的把那个 T啊 盖掉嘛 你没有T的资料嘛 所以这个就可以跟这个三调 这个4跟这个4三调 π quasadua 跟π quasadua 三调 然后 R quasadua 跟R quasadiga 跟quasadua 所以它的M啊 就变成是 V square R per G 所以M啊就是 V square R per G 然后你刚才你已经算出来的这个耶 把Aganti进来这边 以及它的Aganti在这边 G放进去就可以了 或者是 或者是你看啊 这里我从这里走来这里是很复杂嘛 对的 但是如果你拿这个 ShopCard啊 它就很快了 你看啊 这个是很容易背的嘛 看 拉住OB 拉住OB 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啊 V quasadua 就是把这个物顶丢过去看 这边V quasadua 等于 G M per R 然后再把这个R丢上去 V quasadua R 啊 再把这个G丢下来 per G 等于M 所以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呢 啊 跟我们这里是一样的 所以不要 每次都是 绑定自己 一定要用这个哦 不一定绑定自己啊 一定要用这个的 我们要灵活变通来啊 灵活变通你 你看三种方式了 三种路线 一种路线是这样子 走下来 然后才来Ganti 你来才来搬动 另外一种呢是 搬动便便 搬动便便了才Ganti 你来 然后这个呢是 盖掉那个D啊 这个是很够杂啦啊 好 我们再看 现在我们的Bumi啊 它是在绕着地球 能看哈拉珠吗啦 V啊 然后 Hiton跟哈拉珠Bumi 所以他要找V Bumi 他 记得要找哈拉珠 我们有两个啊 一个是V什么呢 2πR和D 另外一个是V什么呢 V什么呢 G M 啊 两个都可以用 然后我们就看他给我们什么 他给我们什么 Gi-Sin Bumi Gi-Sin Bumi 两个公司都没有用到 因为啊 现在他是绕着太阳 太阳是中心点 OK 然后Bumi啊 Bumi 是外围的 太阳是中心点 Bumi是外围的 所以这两个公司啊 最多会用到大M 大M就是太阳的M 所以Gi-Sin Bumi是多给的 多余的这边 G需要用的吗 哦 G 如果你要用这个公式 你就可以用咯 Temple Per Adelan Bumi 啊啦 365点 哦 他又给我们这个Temple 然后 Burata JJ Orbit 1.5 Exponence 11 他也给我们这个R OK 所以我们就看到哦 我们可以用这一set 也蛮方便的 因为我们又有R 又有T Pi呢是一个定数了对吗 因为这里我们没有那个Mata Hari的机器吗 Mata Hari的机器没有 所以暂时我们就锁定在这个公式哎 他就变成 需要跟D你来咯 所以V等于220 2Pi是不用写出来 不用写3.142的 等下你按计算机的时候 直接按那个 ShiftPi就可以了 然后R呢是 1.5Exponence1咯 然后T啊 记得T一定要换3N哦 365天 每一天有24小时 每一个小时 能够换成60 minutes 跟60sat 所以就360 3600 然后你就得到哦 Laju Bumi是这样快 OK 这个是 以这种方式来做啦 那么如果刚好这一题啊 如果刚好这一题有给GiSIM Mata Hari 比方说 他给一个 GiSIM Mata Hari 等于 1.995 Exponence30KG 那么如果他有给这个 那么我这个也可以用咯 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Try看 等于 G耶 6.67 Exponence-11 乘以 M就是1.995 Exponence30 再除以 GiGi 就是GiGi OBIT 刚才的是1.5 1.5 Exponence- 没有减的 Exponence-11 你按完了这个 你把计算机按完了这个 再来 按一个除 不加观察度 我们来Testing看 OK 我们来测试看 6.67 Exponence-11 乘以 1.995 Exponence30 除以 1.5 Exponence-11 按了等于哦 你会得到这个 但是还没有结束哦 因为还没有盖 那个 本加观察度 所以你就盖一个 本加观察度 按设 什么呢 你看 哦 原来得到29784 就差不多了 29784点多了 OK 为什么会有相差 是因为我们用的是 啊 这个机信 Mata Hari 他 他可能不一定一样的嘛 啊 这些都是天文数字的 就就是这 即使是这个GiGi 不密啊 也不是一定很准确的嘛 所以我们多多少少 会有偏差一点点 就看他问题给我们什么了 OK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些 液体 关系到 啊 刚刚所学的 Diamu Musat 以及 Diamu Musat 的配合 还有就是关于拉珠 Orbit的事情 OK 你看啊 Support Satellite Bergesim 2460KG 他正在绕 一粒 Planet Badjarat 2.74 Exponent 7m Daripusat Planet 一度 所以我们要顺便在600 这个就是我们的R 然后这个就是 Satellite的GiSIM Satellite的GiSIM是小M来的 小M啊 Laju Linear Satellite 7800MS V Hitungkan 2.74 exponent 7 当我们完成了这个呢 我们就会得到 2.22 ms-2 记得它的unit 不知道你的unit是ms-2 接下来要找Diamu Mousad 你就只需要把这个数据乘跟它的G-SIM G-SIM Satellite 因为Percutum Mousad 因为Diamu Mousad 是被这个 satellite所经历的 Diamu Mousad 是被这个satellite 所经历的 所以我们就写mac 所以直接拿它的G-SIM 2460 乘刚才的2.22 我们就得到这个answer Newton 这是属于简单的问题 我们再看另外的 Diamu Mousad 是这样多 所以这个是R Temple Orbit Bumi 是365天 这个是T 要换成SAR的 Angu Mousad 现在又来测试那个M了 大M 自行跟DG 如果完全毫无头绪呢 我建议大家就 从配对上开始做 配对上来 就是把那个Diamu Mousad 配对跟 Diam Gravity 你就可以从这里看到 Temple有没有 Temple 没有吗 但是 这个公司里面没有T 但是它有一个V 有V我又没有V的资料吗 所以就要设法把那个V换掉 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可以cancel掉M先 小M可以cancel掉 然后 R也是可以cancel掉一set 这里 Gravity 这个Gravity Gravity 丢过去就是 变成在上面了 那就变成在上面 然后这个就可以跟这个散掉一个了 那么你就剩下 V square 等于 GM R 现在只需要把这个V换成有T的模样 你就可以运用这个365了 OK 怎么换呢 V就是 Laju Panjang Lilitan Panjang Lilitan Obit 2PiA Cui Temple Masa Mahe KuasaDua 等于 GM PiA 这样就可以了 他找GC Matari 就是那个Tarm Tarm 所以你 你把这个kembangkan 我们把这个kembangkan 就是4Pi KuasaDua A KuasaDua Cui T KuasaDua 什么能看 GM 和R 接下来把这个G丢下来下面 G啊 丢来下面 R丢上去上面 R丢上去上面了他就变成RKuasaDiga OK 就剩下M了咯 所以我们就 把它互换位置一下 互换位置M就等于 400 不用写3.142 不用写3.12 但是你就要记得KuasaDua 然后乘以 R R是1.5Exponence 11 1.5Exponence 11 KuasaDiga 除以 G是自行干地G 6.67 Exponence 减11 7啊 记得要KuasaDua 但是呢 不是拿365来KuasaDua 要把它换成那个Sat 365 一 一年的365天 一天有24小时 一小时有60分钟 一分钟有60秒 然后拆来KuasaDua 这样子我们的M 我们来尝试按计算计 Yes 4Pi KuasaDua 4 Shift Pi KuasaDua 乘以 把它过呼起来 1.5 1.5 Exponence 11 关你的过呼 然后Shift KuasaDiga 除以 6 6 6 7 Exponence 11 因为刚才我在 除6.67的时候我没有把那个6 的前面放一个过呼嘛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按多一次除 他这个东西除这个 这个东西也要除这个 除 过呼起来因为这里很长哦 又要KuasaDua 很长了又要KuasaDua 所以365 乘以 24 乘以 60 乘以 60 如果快的话你就知道它是3600 关你的过呼在KuasaDua 然后就等于多少 答案是 2.0 Exponence 30 KG 我们就得到答案2.0 Exponence 30 KG 那如果 如果我们按除了啊 我们要把这个过呼起来也是可以的 那你就要 你看我另外一种按法啊就是 4 Shift 5 Square 乘以 这个一定要过呼 这个一定要过呼 因为它 发生 KuasaDiga 1.5 Exponence 11 关了过呼才KuasaDiga Shift KuasaDiga OK 除啊 我如果想要把这个过呼起来我就把它过呼起来 然后6.67 Exponence -11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按乘了因为我前面有一个保险 我这个时候就可以按乘 乘在这边因为这边 已经把它group在一起了我已经发一个过呼把group在一起 可以乘 365 365 再乘以24 小时 再乘以 36 哎我忘记把这个过呼了啊你看我们就出现了 只要按计算机要非常小心 再把这个GValue乘跟在后面的时候记得又要过呼多一次 因为它要发生KuasaDiga 365 乘 24 乘 36 0 关这个过呼啊它会发生KuasaDiga OK 然后记得刚才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已经开一个过呼吗 这里我也是要关多一个过呼关掉 就是包着它这样子的意思 OK 所以记得要把它过呼关起来 然后就按等于 那也是一样的 答案就是 我这里忘记放-11 你看虽然它的 它的数据又错了 所以大家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按计算机 这个Exponent-11 改一下 给我加了一个简呢我再按看 然后就对了 你在中间的线啊你要改的时候啊 你只需要把那个移动到你要改的地方啊 移动到你要改的地方按Shift 按Delete 你就会加了一个公司 然后你就会做修改了 OK我们这题已经答对了 来到第3.13了 Peyton 基心不密 Libery 基心不烂 是7.35Exponent 22kg 但不烂 绕着地球能量给拉转1kmh 这个要坑到加弹要小心把它换成mh Pratah Dijalic Orbit 不烂要了3.8Exponent 8 OK 首先 这个坑 我们需要修改它一下哦 Laju 等于 1km per 1 saat 等于 1000m per 1 saat 所以就等于1000 m per 1 saat OK 然后 记得啊我们有那个公式啊 如果你 你头脑清醒的话你是直接想到这个 gm 不啊 现在有V吗 有V 有V 然后 有这个 即性不烂 即性不密 他要找即性不密吗 然后找即性不密就是大M 即性不烂是小M来的 然后 Pratah Orbit Pratah Orbit 不烂是这个 这个是R来的 OK 所以感觉上小M都不需要用到吗 其实这个我要写的准确一点 这个其实是大M来的 写的太快了 就 变变化一点点 OK 那么你要找 即性不密啊 即性不密啊 把不要的丢过去 首先把这个盖一个 这边Guasa Dua 这边Guasa Dua 然后就变成 V Guasa Dua等于 gm 和R 然后 把那个R丢上去 把那个G丢下来 就变成 V square r 和G 等于M 所以我们调换一点位置 然后再Guasa Dua 这个要Guasa Dua 1000 Guasa Dua 再乘以 这加力是3.8 Exponent 8 乘4Guasa Dua 再除以 G 6.67 Exponent减11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 答案 5.7 Exponent 24Kg 我们就可以做得到了 然后我们再try另外一个 Swaspadi的 转头3.14 现在是 有一两 有一两个satellite 它正在绕着地球 能够加达4.23 Exponent 7 Dari Pusat Bumi 移动跟Gladron Linear Dari Pusat Mubusat Satellite 他要我们找的是 Gladron Linear 以及找这个 Pusat Mubusat 就是 这个Sentripetal Acceleration Satellite 的事物 呃 我们可以怎样找呢 他给我们基信 给我们G 给同样我们 拉筑啊 想到拉筑我们会想到两个公司 一个是 2 Pi R Pi 另外一个拉筑呢 是 等于 Gm Pi Pi 现在T的啊 能不能用 没有T吗 没有T 所以这一set暂时不考虑他 暂时不考虑他 这个大M有没有 大M就是 是Bumi 呃 Bumi 就信Bumi有啊 大M有 大M有 所以大M有 这加力 或者是加大 也是有 我们就可以找这个V咯 Gladron Linear 我们就用这套 OK 所以我们直接干净吧 6.67 Exponent 减11 乘以 M啊 6Exponent 20 24 sorry 除以 这加力 Obit是 4.23 Exponent 7 当你按完了这个 按完了高科兰特啊 你再来按 Puncha Quasador Answer 你就会得到 我们就会得到 3075 5.87 MS-1 OK OK 再来呢 他要 Puncha Quasador Puncha Quasador 其实就是 V square per R 你就再拿这个 拿来Quasador啊 拿这个数据 就是3075点 87 把Quasador再除回 那个Glad Glad就是 4 0.23 Exponent 7 就会得到这个答案了 又或者 完美主义 你完美主义的话 你不想要枪子的小数点的话 你就从这边 AC 等于 等于V square per R V square又是什么 V square就等于 GM per R V square等于GM per R 所以他就变成 这个啊 这个 GM per R 他放在这边 他就变成 GM per R 再除以这个 下面的R 然后就变成 GM per R square 这个你就重新按过 重新按过6.67 乘以 6 Exponent 24再除以 这个Quasador 这加力Quasador 那也是一样会得到这个答案 OK 我们来到下面的S 3.1的part 第五题 OK 3.1 什么 第五题 1satellite Begisim M 500KG 他正在绕地球 pada ketinggian 183km 记得要用meter的 这个要换掉 跟拉住 Linear6.96 K 这个也是要换掉 km 16 Begisim M Begisim M Satellite Begisim M FC Centripetal Force 什么呢 M V Pasador P M 就是小M 小M有哦 然后V有没有 V也是有哦 只是要换掉那个 Unit 然后R有没有 这个要小心 Ketinggian Ketinggian是什么意思 假设这个是地球 然后 这个是 Satellite Ketinggian 183km 是这边不了 这边 就是指 Ketinggian 183 0 0 0 M Ketinggian 他讲Ketinggian的时候 就是 Dari Dari表面的啦 Dari Pomukan OK 所以为什么他给我们 Zenjali orbit 就是要加回去里面的那个 因为我们所计算的R 都是从菩萨算起的 记得 我们的R 大部分这一颗的R 都是用 从菩萨算起的 就是地球的中心点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会变成 这个R 必须要拿 Zenjali Bumi 再加一个Tinggian 这样子 所以等一下呢 大家要做的时候呢 小M呢 小M就直接 G 500kg 然后V呢 就用 这个 6.96 Exp3 M S-1 因为把那个Kilo 用掉啊 把那个Kilo用掉 他就变成这样 Granti进来这边 刮萨多哈 然后R呢要用什么 R你就要用R加H 就是拿 6.37 Exp6 再加Ketinggian 183 Exp3 M 全部Dlam OK所以你就 按了计算机 你就会得到你的答案了 OK我们来到最后一题哦 这是SUSBuddy Masterclass的 Bulan Orbit Bumi 能够在Zenjali Orbit 3.85 Exp5km Tempo 27.32 天 Hitonkan Gsim Bumi 然后找Gsim Bumi了 如果 参考 KertasRumus 考试的时候他前面可能 会有给这个 M什么呢 4Pi Guasadua Guasadiga 除以 G T Guasadua 那么如果没有给啊 如果没有给 也不需要太担心了 没有给也不需要太担心 你重要的是你要会掌握那个配对 就是把那个Diammussat Mussat 配对跟 Diammussat D 从这个步骤做起 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个问题他有给我们 Zenjali Orbit 他有给我们Tempo吗 其实你你如果有 看到这个公司啊你有Tempo了吗 然后你又有这个 啊 Pi 不需要担心 G不需要担心 你就直接可以算机 你先不密 但是如果你 看不到 或者是 没有给啊 考试如果没有给的话 你就从这里下手 OK 所以从这里下手就是 Diammussat M V Guasadua R Sama Diagravity G 大M 小M R square 小M割掉 R这边一个这边两个割掉一个 这里剩下一个 所以你的 V square等于 Gm Pr 或者你从这里开始也可以了 有一些同学他就直接知道说 Larjo Orbit Sama Gm Pr Larjo Orbit Sama这个吗 你要从这边开始也是可以因为 这个Vr是可以变成有那个T的成分的 Vr可以变成有T的成分他就变成 200R 就是Zenjali Lilitan Panjang Lilitan除以 Tempo Massa Wasadua Sama Gm Pr OK 那么 把R 掉上去 把G掉下来 就得到 这种公式了 就得回这种公式 M Sama那个 就是 4pi square R cube Pr Gt square Sama那个M 所以我就Gantini来咯 我们就尝试Gantini来在这边咯 然后Msama那个 4pi square 然后R cube嘛 所以3.85 5 Exponent5 Gasatiga 除以G是6.67 Exponent减11 Tempo 记得这个要换成 Sat 27.32 乘24 乘 不够未了 插在旁边 3600 Gasadua OK 所以我们按计算机 4 Shift Pi Square 再乘以过后起来因为他要准备 准备被Gasatiga所以要过后起来 3.85 Exponent5 关过后才来 Shift Gasatiga 再除以 我 如果没有把那个6.67包起来的话呢 我先除以 6.67 Exponent 减11 再除 你看我没有把它包起来我就要按两次除 如果你早早把它包起来 你就可以放乘 除以 但是这个也要过虎了因为他要 准备被Gasatiga 27 3.32 乘 24 乘 36 00 我三多 但是 6.06 Exponent 这里又做错什么呢 OK我又发现到做错一个东西 这里又被空到一个东西了大家注意哦你看 3.85刚才我们才告诉大家这个km要换成meter 这里我又要换就换嘛 所以10 我啊 这个 Gasatiga吗所以总共是10 Gasatiga 所以你看他的那个Gasat 是不一样的 6.06是一样但是他只是Gasat15过了这边 但是这边是Gasat24 是吗是因为这个km1就换成meter 所以大家再尝试弄看 4 Shift 5 Gasat Gasatiga 乘 3.85 Exponent 8 关起来 Shift Gasatiga 除以 包起来他6 包起来他的G大G 6 6.67 Exponent 减 11 再乘以 多一个过湖这里面过湖中里面的过湖 27 点 32 乘以 24 乘以 36 00 关你的过湖然后再过三度 记得他是过湖里面的过湖所以我要关多一个过湖 就等于 6.06 Exponent 24 这次就按对了 所以他 这课有很多天文数字啊大家要按计算记得说 要非常谨慎了不然会容易很容易被坑掉 好吧我们今天就大概 学的关于是 主要是 围绕在Diamomusat怎样配对 跟 Diamomusat怎样配对 Diamomusat怎样配对跟Diamomusat 然后从过程中呢 我们又学了这个 Larjo orbit 虽然我们还没有去到Larjo orbit的单元 但是在这里啊他其实是已经 让我们经历过一次了关于Larjo orbit的事情 我们 有学到Larjo orbit 第1种方式以及第2种方式 然后还有就是要找那个 Diamomusat Bullatan 如果 这个是那个Bussat的 Bussat的Gsim Bussat的Gsim 可以用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 Katashumus 一般上会给的啦 但是如果没有给有没有关系你就从这个步骤做下去 偶尔 偶尔从这边做也是可以 因为他有那个 大M 所以不用把自己框线在一个 公司里面 我们可以 活学活用啦 OK我们今天就学到这边 大家继续加油 拜拜